大家好 今天寒流持续的发威 今天可以说是这波寒流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冷的时间点 很多地方都出现湿度以下的低温 搭配着水气真的是又湿又冻的 那么紧接着这波寒流会持续影响台湾 到礼拜四的清晨 所以大家相关的防寒措施还是千万不可以少 虽然说明天礼拜三水气会逐渐减少了 但是感受上面其实还是相当的寒冷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明天水气减少了不会下雨了 所以会转成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天气形态 也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要留意温差上面的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清晨 这个观测到的气温 蓝颜色的部分就是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可以看到几乎是全台各地 都有出现10度以下这个急冻般的气温 那么预计刚刚提到了 这波寒流会持续影响到礼拜四的清晨 所以礼拜三到礼拜四的清晨 还是有很多地方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的 提醒大家要加强相关的防寒措施了 像是这个渔民朋友们在寒流期间 就要避免惊动鱼群像是强光照射 声响刺激 头耳换水或者是无味的开关水车都是要避免的 那么寒流过后也要赶快的捞除死伤 防止水时恶化造成二次的伤害了 那么种植这个水稻的农友们在寒流期间也建议大家 可以覆盖一层塑胶布来保温 如果发生呢 发现这个布上积水的话 要赶快的把它清除 避免受寒 那么已经插秧的稻田区呢 也要记得灌水3到5公分来加强相关的保温 那么寒流过后呢 也可以视情况进行补值 着实少量的氮肥来促进恢复了 好 那么在接下来的天气呢 还是持续受到寒流的影响 刚刚提到了 寒流会持续发挥 持续影响台湾到礼拜四的清晨 不过不同的是呢 礼拜三水气呢 会逐渐的减少 所以中南部地区降雨 渴望缓和停歇下来 只剩下阴风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还有一些短暂正雨 不过整体来说呢 其实未来这几天啊 感受上面还是比较偏凉冷一些些 真的要大幅回暖呢 冷空气要大幅的减弱 就得等到礼拜五之后了 好 那么进一步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图 可以看到接下来呢 由于都是东北风影响的天气 所以虽然说呢 水气减少了 但是在阴风面的北部跟东部地区 接下来这几天呢 还是容易会有一些阴风面的降雨 天空呢 也会比较阴沉沉一点点的 所以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呢 在北部东北部地区 特别是在北海岸 东北角还有北台湾的山区 都还是容易有一些短暂正雨 感受上面也是比较寒冷一些些的 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 关心一下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框 预计呢 在这个礼拜三台湾沿海地区呢 平均风是来到了5到8级 那么阵风呢 是来到8到10级的强阵风 浪框都是来到大浪的等级 那么离岛地区同样的也是哦 平均风呢 是来到6到8级左右 那么马祖地区呢 是来到5到6级 那么阵风呢 是来到8到10级的强阵风 那么浪框呢 也是属于大浪的等级 再加上呢 可以看到在礼拜三呢 除了在新竹县的竹北市 台中市的5期区来到中潮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来到大潮 所以大家呢 要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满潮实践 而且呢 风浪比较大一点点啊 尽量避免从事海上作业会比较好一些了 那么离岛地区呢 则是在这个连江县的南甘乡 金门县金湖镇 澎湖县马公市来到中潮 台中县的蓝雨乡则是来到大潮 好 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刚刚提到了 其实呢 今天是这波寒流 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冷的时间点 各地都是又湿又冻的 那么预计呢 寒流就是影响台湾呢 到礼拜四的清晨 所以可以看到北台湾呢 在礼拜四清晨之前 都还是很容易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礼拜四把一天开始寒流减弱 温度渴望逐步的往回升啊 预计呢 到了下个星期 就渴望回升到这个20度以上的气温了 那么中部跟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哦 其实呢 从这个礼拜三开始 礼拜三白天开始 南台湾温度呢 就渴望回升到20度以上的高温了 但是啊 一开始有提醒大家 最近的日夜温差会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大家也是要多加留意温差的影响 清晨跟夜间呢 温度还是相当的寒冷 也要持续的加强相关的防寒措施了 以上就是1月23号的天气特报 我们下次再见